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好像好一段時間沒見到你 很少在香港出現 是的 通常我都比較好少出鏡 好少出鏡 除了拍戲 平時我都很少這麼多記者 大佬 我都很少跟他們聊天 我拍完戲我就走了 所以今天這麼特別的日子 你都算一定要發生 適合時間的話就來 這部戲這麼多大佬都不來 我都要撐一撐牆 是嗎 其實這部電影當年非常好 其實對你來說這部電影 對你來說我還要升級大 對我還要升級大 我拍完這部電影就越來越紅 在日本 這些電影通通在日本上過了 這部電影尤其是日本版 特別還要拍一個時裝頭 才是再做古裝美 很光榮 日本人接受 還有 當年 現在 現在 其實回想當年拍攝的情況 你覺得算不算要辛苦 不知道現在拍戲有多辛苦 但我也知道現在拍戲有多辛苦 如果以前拍戲和現在拍戲 小無見大無 我又不是說 我做我們動作演員而已 其他電影我當然不可以 就是動作電影來說 以前拍動作電影 一定比現在辛苦 可以說 一百倍沒有了 五十倍 通通都要演員自己去做 通通 通通要跳 通通要我和成龍撈舞斯的時候 二樓跳下來打 一跳 他跳完我跳 我跳完他跳 都是這樣的 現在 沒有 現在 觀眾也不想看這些 現在觀眾也不想看這些 現在是看電影看偶像 哪個偶像表現得好就喜歡哪個偶像 你現在都是偶像 日本也很厲害 我這些偶像 過戲偶像 我現在在內地都有公司合作 我做監製 你覺得現在的演員舞打演員 都很幸福嗎 沒有說幸福的 潮流是這樣 他不需要說 好像我們跌到腳又壞腰又斷 現在不流行 也都不需要 觀眾看電影也都不是響往那些 現在最重要是藝人演員做得厲害 做戲做得好 即是形象出來 觀眾就會接受他 亦都不靠他 如果他是一個偶像演員 他又出來打 觀眾就會懷疑 即是是不是 現在 現在是 好 市場不同了 現在亦都不需要拼命去拍戲 沒有這個必要 但當然藝人演員要表現自己的事就要了 別人做不到 我做到別人做不到 他就突出了 是不是 香港電影就動作電影為文明 現在會不會都覺得好像 沒落了一點點 沒辦法的 現在都是那句潮流不同了 潮流不同了 即是現在的人看真實的東西 亦都不是看你 嘩表現 嘩好厲害 嘩三樓跳下來又沒事成龍 嘩玻璃踏下來又沒事 現在人家 人家覺得你假的 現在拍戲都是假的 是不是 即是這麼說 你就要你怎麼做出來 你想想 國內多少 所謂的那些 年輕演員 他又說跳下來 通通很多特技 現在製造出來 我們那些年代沒有 我們那些年代 人就是特技 特技得好就站在現在 特技不好已經 很多朋友都已經休息了 真的以前拍戲是辛苦很多 還有以前動作電影比較流行 還有在世界各地 香港電影第一就是 由李小龍帶動起身到成龍 到現在國際來講 始終外國人都是喜歡看動作戲 沒有問題 哪有問題 他不要被你形象騙了你 真的沒有問題 他年輕時肥 吃東西 終於流到 直到現在 這樣就要甚麼 我一向都沒有 沒有說 就是 肥啊 瘦啊 就是 特技 我沒有這些 特別的事情在那裏 還有 現在 年紀大了就要補一下身體 自己要運動 加強劇烈運動 不用怕 我們有底子 會不會有機會 會不會有機會見到你三個一齊 三師兄弟一齊再拍戲 拍一套給影迷看也好 沒有人看吧 哈哈哈哈 不是 有機會的 這些一定有機會 就是 你不是到最後的終點 一定有這樣的機會 對嗎 問題就是 合不合那個時間 能否拿得住那些時間 機遇去再做這件事 我想是不排除的 可能我們三個拍部文藝片都可以的 是不是 就是這樣說 就是 這個世界千變萬化 你今天不知道明天是甚麼事 是吧 是吧 現在的你有甚麼最想做 我啊 想做啊 想做就開開心心地 舒舒服服地拍戲 就是不要以前那麼辛苦 現在做一下監製 就是自己客串一下 就是你說劇烈呢 也都沒有這個必要 是吧 動作片拍 但是以現在的時效 那種技巧 技術 就是製造動作電影 比較合適一些 還有現在的拍戲 亦都沒有時間給你那麼長的時間 我們以前拍戲 拍一部電影 七個月八個月 這部電影年紀 是不是 現在你老闆 倒閉了已經 剛剛那部電影拍一年拍半年 只有家和公司 承受得到我們三個人的拍 因為有市場嘛 始終家和 以前美國啊 日本啊 通通都是大市場 是不是 他有錢 就拍多點錢 哪個老闆 都算得到數就去做 是不是 不會說是虧錢的 是不是 賺多少而已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